其實我已經打工打了十年 都是近幾年才出來創業 為什麼會出來創業呢 其實都是源於我過往有十年的時間 都做了Sales & Marketing 一段時間 覺得有什麼地方是可以再發展的呢 其實我在跳出來創業的中間 其實我是做了兩年的Freelance & Slash 一個邪肝族 所以變相去到最終 我就其實由打工 然後發現了自己的能力 做了Freelance & Slash之後 之後才做一個邪肝的經理人平台 以及一個培訓平台 當中最主要都是這個原因 我在做Freelance & Slash的過程當中 都遇到很多不同的困難 都很希望在創業 即是一間新的公司裏面 都可以陪同大家一起去成長 甚至大家可能做一個Freelance 或邪肝的時候 都可以有些地方我們支援 這也是我創業的理念 希望幫助到新世代 亦都去貼近未來十年或十五年 一個邪肝的新趨勢 大概創業的背景是這樣的 以及我自己的背景 都是做Marketing & Sales為主 所以其實我們在整個平台裡面 就會有幾個不同的服務 希望可以支援大家 第一當然是一些Training 例如一些合約 其實大家怎樣可以保障雙方 無論保障自己也好 保障僱主也好 其實我們都會有個 關於合約的課程 大家都可以去了解多些 同時間可能有些朋友 真的剛剛初出道 他們有一技之長 但未必找到工作 其實我們平台都可以做到一些 對折項目的配對 例如你是做Marketing 很厲害的 或者你在In-House都做了五年十年 都很想跳出來自己 接行一些Freelance 或者一些工作 那怎樣起步呢 其實我們整個配套 除了Training之外 還有Career Coaching 譬如當中我們知道了 你過往的背景 過往的技能 我們怎樣幫你去發展 同時間亦會發現 如果你想發展 當中你有什麼乘搖 或者你有什麼地方 是阻礙了的 譬如有些朋友 他可能做IT很厲害 但他不懂得做Sales 或者不懂得做Business Development 我們在當中 就會跟他講 其實你的行業 或者你的技能 怎樣去做Business Development 我們就會在整個 Career Coaching 會用培訓的方式 Coaching的方式 再去做一個支援 另外 其實我們最終還會有一個 slash的community 我很希望 就好像坊間的商會 但我們就不是一個 叫做企業的商會 我們是一個叫做人才 的一個slash的商會 一個叫做community 希望大家可以營造一個生態圈 大家在裏面做什麼呢 就是除了擴闊自己的人脈 同時都可以做一個 知識的互相交流 因為始終一個邪肝族 其實大家都有不同的技能 怎樣可以透過分享 去互相認識 從而去generate生意 所以主要有三個部分 training 然後就會有Coaching 也會有community 這個配套 剛才提到一些關於理財的知識 我們會有一些理財的朋友 會很熟悉 一些稅務 大家就可以透過這個平台 去互相共享資源 互相成長 互相發展 因為其實很多platform 都是以網上為主導 即所有工作配對 等等都是從網上出發 但我們就有少少不同 我們是希望對人多些 所以我們會有很多不同 線下的活動去籌備 剛剛也提到 我們會有training 其實有很多外國 或者一些國內的平台 他們都是著重網上對接 其實他們沒有什麼 接觸到那群人才 我們很希望透過人 我真的會跟他有線下的接觸 了解到他的需要 甚至當中了解完他的需要 怎樣可以支援到 更加盜辱 在整個香港 我暫時看 通常線上會有這些平台 大家都可能很熟悉某些平台 但我們的平台就會對線下多些 線下會有其他不同的coaching 和community 希望這件事是線上線下的配套 可以令到一些人才得以成長 同時最終也希望做到一件事 當我們人才有提升 能力提升成長之後 最重要是做到一些企業的人才 儲備 因為其實很多中小企都很難聘請人 以往聘請全職 會比較傳統 但未來的趨勢都會有很大機會 慢慢由聘請全職 開始聘請多了slash 或者聘請多了不同的freelancer 正正這麽好的機會 我們就做到一個很好的人才儲備 可以幫到中小企 這也是我們最核心的differentiation 最重要的 其實我們都一定要講contract 因為contract和agreement 真是很重要的 有很多時候大家初出茅廊 你這麼幸運 讓你找到的job 雖然會很開心 但是這類型的一些小陷阱 都要留意 例如你和客人一些payment 付款的期數是怎樣去處理 甚至乎你裡面的agreement 會不會是不平等的條款 這件事都要很小心 因為很大機會有些客人 真的可能會拖你很長的時間 因為你們沒有合約在身上 所以合約這件事都是重要的 除了這麼幸運 你找到job當然是最好 如果有些朋友 可能真的暫時未找到一些job 都會經常問我 其實在哪裏可以找到不同的job去做呢 其實我有個小提示 就是你先開始做多些義工 這是真的 例如我自己為例 我當時一直打工十年 其實我最後兩年 我是做很多工作以外的義工 當在義工的貢獻過程當中 那些人就會開始發現到你的能力 自自然開始你累積到一定的人物 就會有人找你合作 找你做一些事情 開始的時候 你就會有些enquiry 有些job 開始有人找你去做 通常一開始都是要 有一個貢獻的心 即是你一開始不要怕吃虧 因為本身如果你已經有份正職 你在金錢上已經穩定了 你可以嘗試一下 將自己的價值放在社會上 之後就會慢慢陸續 就會有些朋友 會來找你 甚至乎我們說很多的就是 曝光律 你有沒有將自己擺出市場呢 即你經常說找不到job 你都沒有將自己擺出市場 怎樣可以發光發亮呢 這兩個小提示 就可以分別幫到一些 就是你未上出來 但未找到job的人 第二就是你真的找到job 你怎樣去保障自己 那我猜這兩個提示 都是很多朋友都經常問我的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那最主要 其實我們平台的名叫GoProjects 最希望大家可以透過我們的平台 除了接到項目之外 亦都可以有不同的提升 我們亦都有不同方程的配套 所以如果你是可能有一技之長的 譬如你是一些Marketing的人材 或者你是IT的人材 甚至乎你做開企業培訓 MC等等一些人力資源的事情 的朋友 其實真的非常之歡迎 你們加入我們的平台 我們一起共建一個slash的community 第一 不單止可以收入 即是叫大家多一個技能 去有多份收入 同時其實亦都可以擴展大家的 人脈圈子 所以如果大家都很希望 如果我們是一起去 將自己的career 發展得更好 或者更闊 歡迎大家加入我們的平台 GoProjects 甚至乎大家如果有興趣 有時間 都可以來大家去面對面交流一下 看看會不會有一些合作的空間 真的 我們都是一個初創 我們都很歡迎任何的合作 或者任何的idea 的brainstorm 都很歡迎新的會員加入 去做一些不同的知識的共享 我們是完全非常歡迎的 所以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記得我 我是Anson